爱好 爱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我们可以见 没有 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放进去 123 我正清晨 你让马克说说 哈哈哈哈 说错话 说错话了 干脱无量 哈哈 又说错话 我去了一次 然后交通堵塞什么 然后就不让我去了 我就贪汪 说错话了 说错话 哦 又说错话了 还没说呢 我真的想拒绝你们的采访 哈哈哈哈 这两个你以为他是灯 他是胡扯监测器 叶长青 叶青在 开开心心拍部戏 没想到就很有可能票房大卖 这么轻松就拍这么这么大电影 这怎么就这么好看 莫名其妙 真的是 你以后就叫凡尔赛 哈哈哈 哈喽各位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Mark 赵又廷 我是邓伦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通过Bilibili 新访问跟大家见面 Bilibili 干杯 好 谢谢啊 收工了 B站新会员 将军完成信息卡答题出战 成为新会员 姓名赵又廷 星座天秤座 职业演员 代表作 现在是秦雅吉 爱好是宅 偶像邓伦 最新动态 拍了秦雅吉 现在正要上映 姓名邓伦 星座天秤座 职业演员 代表作秦雅吉 爱好 打篮球 嗯打篮球 哈哈哈 偶像 马尔伦 最近动态 夏季马上就要上映了 会员世级 冰滴式咖啡又称为什么咖啡呢 A 美国 B 英国 C 荷兰 D 意大利 那肯定不是美国跟意大利嘛 对吧 没想到 因为美国就americano 我觉得那就应该是 C C 荷兰 答对了是吗 对 会员世纪 以下哪一部不是吧 王家卫导演的作品 A 棚花 B 蓝梅之夜 C 12夜 D 东斜吸毒 C 12夜 不是王家卫导演的作品 相爱相杀 嘉宾分别代表网友向对方提问 登哥 你曾说过好看的皮囊千面一缕 有味的灵魂万里挑一 你觉得你是什么味 我是 我 我甜甜的吗 不是 不是 哈哈哈 文哥 如果张绍涵和周杰伦同时掉水梨 你会先救谁 救谁呢 你觉得应该救谁吗 哈哈哈哈 这个锅我不帮你背 不是啊 就 先救女生吧 嗯 伦哥 对于阴阳师来说更重要的是守护 那对于邓伦自己来说最想守护的是什么呢 最想守护的肯定是家人 第一个问题 姑父 坐在你旁边的这小子把白浅硬生生拖出了一米远 这要是发生在三界 你会和这么对白浅的人说什么 三界指的是三生三世的世界吗 就是三生三世 三生三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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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三世的死理草 对 那你什么时候把人家拖一米远啊 在密室里 你要救他是吗 不是 是不是要逃跑 但是他拽着我我逃不了 我逃不走 然后我就把他拖了一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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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回答 嗯 因为白浅在三界 在三生三四里面 还是法力高强的 所以我劝你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小心点 好嘞 第二个问题 请说出邓伦在青亚集片场 最让你惊讶的一件事情 让我惊讶的事情 嗯 就是 哪天你一看到我 啊 啊 哈哈哈哈 有一次真的就是 吓到我 哦 有一场戏他要踹我 让我要防 哦 然后 他前面有点收收着觉得 哎 别别踹到我 我说没事你来吧 嗯 没想到这个人真的就 给了他百分之两百的力 哈哈哈 往我胸膛踹了一下 那我这么一防 没防住 因为这哥们健身健的很厉害 哈哈哈 直接全都打到我鼻子一下 这你都不知道吗 对 但我只要讲戏 但是我不知道打到你鼻子 sorry啊 没事都过去了 过去了 哈哈哈 好第三个问题 对于阴阳市来说 更重要的是守护 对于赵又廷自己来说 最想守护的是什么呢 呃 除了家人之外 就是刚被你留在水里的周杰伦吧 哈哈哈 替我守护一下 终得有人救他吗 对 请开始你的表演 这个是访问 你想知道的都有 两位平时会看B站吗 有喜欢大家会主吗 其实我是 会员 然后必须要吐槽一下 你们会员机制实在是太难了 那些问题 我现在年年强强才及格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宅男 但我觉得我现在跟不上时代了 我是跟不上时代的宅男 会员要回答问题 哦 真的是陷阱 你知道吗 你首先先选你的爱好 各种东西你看过什么 然后根据那东西去问你问题 你答不上来你就没有资格成为会员 啊这个好玩 哎 我没有特别关注哪一个up主 我在上面看都是游戏攻略 然后我也是一个 billy billy漫画的忠实会员 你们两个人在电影里面饰演的 清明和博雅是很好的搭档 那你们私下有没有自己取一个组合的名字 我们有一个外行 就是是从汪朵开始的 他英文名叫Tony 就特别不像他 然后我们就开始叫他Tony赫 因为他不叫赫手月吗 由此展开了一场兴风血运 从此以后就是mark 琴 甚至是Alan Ball 那导演在片场是怎么叫你们两个的 Alan Ball Mark 琴 那我们现在要考大家一条B站的弹幕 不知道赵月婷知不知道 KDL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KPI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 我我以为你真的知道了 我突然还有时候mark 你已经不是那个mark了 哈哈哈 是磕到了的意思 磕到了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get到了吗 不是 是这对CP我磕到了 就我愿意吃他们的饭 愿意磕这碗饭 你别你不知道你别过多简 差不多 我刚想磕到 他说磕到我以为是就是你常常走路 这个脚趾不小心踢到桌子 哎呀磕到了 哎呀KDL 我们B站的网友都很喜欢用各种角色来做混检 之前白定廷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说 让大家剪一个自己虐无刻之的 然后真的有粉丝给他剪了 你好 我叫一秋 全国第一富二代 一秋一秋孙一秋 他什么时候做了这么阴险的事情 这可恶的小子 这次电影上映之后 你们两位会有没有想看什么样的混检吗 看叶华旭凤清明博雅的混检 都在一起 对四个人在一起 顺便再剪一半 还有无可知的 大家很会用弹幕夸人 你们要不要感受一下 每天都在看姑父身边的老公都不要了 不是说的对啊 说的对啊 我也如果我有老公我也不要了 那你觉得这次秦明会不会让大家如此痴迷呢 应该不会吧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比较痴迷的应该会是这个人 那我来说一下邓轮的弹幕 2020年某月某日 我还在邓轮的坑里出不来 对于这条弹幕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吗 那这次的博雅会让大家也入坑然后出不来吗 我希望会吧 我觉得有可能 我希望会吧 那你曾经有没有入过什么坑然后出不来的吗 入卓越轮的坑到现在也没出来啊 那你不就的 我们B站刚刚公布了2020年的年度弹幕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哎呀 KDL 不是 不是 是爷清回 你知道爷清回是什么意思吗 是一种树吗 还是 爷的青春又回来了 其实就是自编意思 邓轮你有没有感到这种爷清回的时刻 我正青春 我还没用不着这词 是吗 你让马克说说 爷 常青 前亚集里面秦明召唤世神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手势或者咒语 哦当然 为了大家的适应大家的眼睛 我刚做了一个就是 就是千分之一悲速的一个动作 对电影里面就是 所以中间有分解 可以让B站做一个分解的那种 符合疫情 这时候你可以把洗手乳放在手上 对对对对 顺便把手也洗好了 对对对对 洗手槽 清明的洗手槽 对 那对于赵婷婷来说的话 现代妆和古装你更喜欢哪一个 现代吧 比较简单一点 不需要妆花两个小时 我每次上楼梯是我的噩梦 我永远上不了楼梯 永远跑不了 他在他他在里头他跑不了 太惨了 真的所有人等我一个你知道吗 每次上楼梯 就是这各种 各种才到很痛苦 这轮秦亚奇作为你的首部电影作品 你对你自己的表演满意吗 及格吧我觉得 对 60分 60分 没没没没 主要是给自己一个较大的一个进步空间 是是是 因为我知道前途无良 又说错话了 又说错话了 说错话了 你在进组的前20千里都没有说一句台词 全都是肢体和面部的表演 那你演的时候有没有替博牙脑补内心的OS呢 当然得脑补了 其实虽然嘴上没说出来词 但是心里都得在说话 你心里的OS应该是在骂倒人吧 骗我来着破裂 那这位景你之前说接机是衡量爆红的标准 那你觉得秦亚奇播出之后 会让你有更多的粉丝来接机吗 应该不会吧 接机啊 接机 这大接机是吗 接机 接飞机 那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可以用来衡量这种爆红呢 不是啊 你可能比较清楚啊 哔哔哔哔哔的弹幕越多越火 哦 真会说话 对了你知道火社的招星广告在网上非常火吗 因为大家都说HR是凡尔赛培训机构毕业的 你知道什么是凡尔赛吗 我知道啊 你知道凡尔赛吗 我知道啊 但我之前不知道 我是有一次我那火车店不让我去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去了一次 然后就是交通堵塞什么的 然后就不让我去了 你是此刻正在凡尔赛 让我说那不让我去呢 我就再开一家吗 然后我才知道 什么是什么叫凡尔赛 他真的挺会的 你以后就叫凡尔赛 如果用凡尔赛体给秦雅吉在B站做宣传的话 你会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 哎呀当初想这第一部电影就轻轻松松的嘛 身边的人每个人都这么优秀 大家都想要拍这么好的一个电影 高标准高要求 我真的烦都烦死了 你以为我会 是不是 然后觉得就是开开心心拍过戏 没想到就很有可能票房大卖 就是到时候怎么办 这么轻松就拍这么大电影 这怎么就这么好看了 莫名其妙的 真的是 我们俩现在应该被弹幕盖的 我们俩太讨人家了 然后网友发现你不仅开了火锅店 奶茶店还开了密室 所以大家都称你为邓老板了 那邓老板下一个准备要开什么 下一个还没想好 没有啦其实我 目的不是开店啊 目的是不是传结 我知道 哈哈哈 别别这样 别这样说的这么直接 我我出去做的这些副业啊 其实都是我自己的爱好 还是想把快乐分享给大家的 嗯 大家快来快来分享我的快乐 嗯 然后帮我挣钱 哈哈哈 没有了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 拥有复古灵魂的大男孩呢 我觉得我挺复古的 吧 那还是大男孩吗 of course 爷长青 那邓伦你呢 别再青了 经过了天难的2020年到了2021年 然后两位对新的意念有什么期待吗 就谢谢大家很有耐心的等我拍电影 我有在努力 希望明年能够有更多的作品带给大家 嗯 我觉得经历了这个2020年啊 新的一年最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啊 对 其实就是就平平凡凡的就挺好 对 然后不要再经历就是2020的这些磨难了 希望我能在新的一年能拍 能拍更多的电影啊 然后带给大家啊 问题盲盒 从网期嘉宾留下的问题盲盒中抽取一个进行回答 因为之后的嘉宾留一个问题 盲盒 哎我第一次看盲盒 我也是 你这估计是周杰伦问 周杰伦不救我 这个盲盒里的问题是朋友 你喜欢我的电影吗 这是刘德华问的问题 喜欢啊 这这为什么 为什么华哥留了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华哥我非常喜欢你的电影 从小到大 那我觉得在我的电影世界里 我的画面里只有你 我我叫邓伦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电影新人 嗯 然后希望你们记得我啊 我我抽到了您的盲盒啊 你的电影非常好看 好羡慕我你抽到刘德华哎 刘德华我也想 看法尔赛吗 对有一点 看这是什么 亲笔签名啊 真的是我给你带回去吧 嗯 该我了该我了 那我的问题又会是谁的呢 哈哈哈哈哈哈 橘铁吗 橘铁吗 来音庭6的 嗨 小白 我觉得我身边已经有很多人都在举 行我替你举了 哈哈 还有对在一幕前看到我抽到这张纸条的小白 好好举 爷再轻 爷再轻 长举铁 长举铁 对 接下来就是请大家留两个问题给之后的嘉宾 朋友 哈哈哈哈 你喜欢我的电影吗 我觉得华哥这真的是 嗯 这是标准啊我觉得 是是是是 华哥这个很睿智的 对啊 我要我要我要摸摸华哥 你也要写这个 电视剂吗 那我就写朋友 你喜欢邓伦的电影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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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写 朋友 你喜欢马克电影吗 哈哈 哦哎我就最好爱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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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friend do you like 登伦's movies dear friends do you like mark's movies 哈哈 这会员试题谁处的 我我们处的样 哦你们处的 对 为什么考我这道文 就是 啊 是要找两个纵了吗 啊 可以再问一道吗 哈哈哈哈 最后是给小电视签一下名移 那我们送给观众 哇这个衣服好可爱啊 签黑色的部分 签黑色谁看见啊 哎呦so funny 往后我们可以跟摄像去展示一下 耶 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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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